来到香港资专设计学院 为我们做一个精确的讲座 今天Raymond会为我们延伸说法 将他这么多年的心路历程 成长的发展阶段 和事务推广的心得 展示给大家知道 今天探通的问题 探通的情景就是 如何将一个玩具产品设计 推广到全世界的市场里面 蔡合成教授是Toy2R玩具2 集团有限公司创办人 亦是键品牌的设计总监 他亦是十大杰出设计师 我将以下时间交给Raymond 蔡长,Jawlett,你好 今次很感谢之专 邀请我来做一个分享 Ghetto前面的同学,大家好 我今天将自己企业上的设计思维 透过自身的发展 去和大家分享 设计思维 如何可以做自己生命的设计师 首先,我是玩具亦集团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员总裁 作为设计业界的一份子 设计师的自由时间度也很高 我们不是局限在八个小时或十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我相信设计师应该在二十四小时里面 你的脑子会不停地去想象 就着你的工作 其实是很自由地可以去构思去创作 感受人的生活而去做创作的 在1955年前 一个小孩子出生 肥肥伯伯 在这么多年的成长里面 我一样经过小学、中学 我在82年也在我爸爸的建筑公司工作 在86到98这十一年里面 其实我是在一家美国牌的公司里面 担任一个工作的 所以在我自己的成长陆程里面 我自己一直都有一个 20、20的阶段 譬如在20岁前 我是希望在学习上去打拼 在十年里面经过工作的浸淫 就有人生和对社会经验的看法 当我在40岁的时候 我希望自己的事业会有一个进阶 希望40岁这段时间 人生的精力是最旺盛的时候 人物关系最好的时候 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当然我很期待 50岁可以退休了 不过我刚才都说了 我现在55年的人生 其实是开心的 我还是在迈向希望可以很开心地去退休的生活 其实怎样去创造自己 刚刚设计出来的人生的一个里程碑 其实我是用一个品牌去发展 以及透过创意去追我自己的梦想 在我整个人生其实很多时候会有很多规划的 譬如我觉得 如果你要做到刚才我说的那个 阶段 其实 文化 创意 产业和专业 正正在我的企业发展上面 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在92年 我因为很喜欢玩具 十四个没什么钱可以买玩具 到我自己出来社会之后 我相信很多同学都有一个的嗜好 可能女同学喜欢买衣服、买首饰 男同学通常都可能是车、枪或者玩具 我自己就很喜欢玩玩具 买了很多年玩具之后 其实开始都研究 究竟一个玩具的法 即使是怎样 为什么 Made in Hong Kong的玩具 到Made in China的玩具 可以引起 美国或者欧美这么多的玩具迷的收藏 所以当时我就开始 去浸淫 去研究 玩具历史 从而在我自己的兴趣上 去摸索一些 的道路 在95年那时候 我就以玩具为一个创业的起点 在旺角的仙达中心 开了自己第一间的店铺 而之后也去了尖沙坠的Update Mall 做了自己的玩具 当然啦 我说我的 现在的成绩 当然就是以收集玩具为主 1992年我第一只玩具 就是Toy Beast 做的Ice Man 我怎样发展自己的产业呢 就开始自己第一间玩具店 叫做Toy R 这就是 当时 95、97 我在Update Mall 和Sender 开店铺的地方 我想同学可能 现在的年纪未必 去过这两个店铺 但是 当时我们在香港 这么小的市场上 去开一家 很独特的玩具 就正如我们在商业上 所说的南海和红海 当所有的销售都不是 有这个范畴的情况下 我们自己的店铺 就在网络和尖沙坠 就很突出地 去表达到自己一个 对玩具的热情和爱 在我早期的创业 那时候 就边打工边开零售店 我自己不是 一个很 冲动的人来的 当我想做一件事 其实我会先去考虑 和去分析 究竟我的收入 和我的支出 我要做一家零售店 是不是我偶然 放弃我的份工 就走去 开玩具店 我是有一个 漸进的情况 譬如回工 跟着就投资钱 请人去打 打你的店铺 自己就礼拜六 礼拜日放假 就去接触 其实因为我接触到玩具多 我就开始 也都去留意到 做一些玩具生产的方式和技巧 例如 为什么这些玩具 会有那么多 移动的关节 它有些 不同的颜色版本 卖给一些 不同的 企业 例如 Walmart Target Toycerus 你为什么一个玩具里面 可以做到那么多 不同的版本 而作为一个收藏家 我是很喜欢 去collect 其他玩具 其实这个正正也是 在我创作我自己的玩具的时候 会考虑到 数量和客户 还有就是 怎样可以做一个零售分销 可以找到多些的客户 去支持到我在创业 开头的一个销售 在尖山做Update All的时候 大家看到很多 比较creepy 可能一些game类型的玩具 其实作为一个 未开始做设计 而喜欢玩具 的我 我会看到潮流的发展 就是开始多人打game 开始game的公仔出现 或者一些比较原异的美国剧情片 X-Fire 或者一些 电影的造型 Eddie 或者是一些太空式的 电影 其实有很多周边产品出现 所以我自己在 做零售的时候 其实这种种 的方式 都使得到我在后期的创作上 是得益到一个 灵感的 当自己创作玩具 当然有时候要讲讲自己 作品的一些威水舌 在2007年 其实我们就是登上香港 苏富比春菊拍卖会 作为香港 艺术品 玩具艺术品的第一种 第二年 我们在 法国的街市得 拍卖会 我们的玩具 亦都在 拍卖会里面 推出的 在这么多年里面 我们得到 除了香港以外的 台湾 国内 法国 不同的地区的 一些媒体的报导 而媒体的报导 不单止是一些 生活小品式的 雜誌 包括 设计的 单位 或者一些 Digital 电影版的 一些报导 其实 可能来到这个阶段 才会看到 一个喜欢玩具的 我 在创作 我们自己的 作品 到最后 我们得到 艺术玩具的 认定 我们得到全球 很多 雅致的 宣传推广 其实原因是怎样呢 透过今天 我的 分析 我的分享 希望可以 给大家看到 少少 大家能否领悔到 究竟我怎样做到的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 刚才的雜誌 全部 我是没有付钱 去买广告 OK 这个是重点 当然 现在 你想做任何广告 你想出名 你付钱 去买 头版广告 买报纸 其实很容易 全香港都见到 但是如果你要全球 不同的雜誌媒体 都觉得你的作品 是有报道价值的话 其实这个重点是 我们在创作上的策略 思维 怎样做到 最独特 特别的 他们才可以做到 这件事 当然了 所有东西 去到最后 一定要讲专业 正如同学 在学校里面 会学的 技术 但到最后 这个技术 必须要有 一个专业的 表现 表现 才可以继续 感染到 第三者 在我公司的 发展里面 2007年 我们拿到一个 资本雜誌的 Leader of Excellence 的奖项 这是我在 公司发展当中的 第一个奖项 为什么我会特别说 2007 其实我们公司在 1999年 开始 1995年开始 做零售 去到1999年 创作玩具 一会儿的 PowerPoint 都会看到 去到2007 这段空白的 五年时间里面 其实我的布局 是什么呢 我的设计 概念是什么呢 先做好自己 产品的内涵 从而得到 市场的认定 之后 我怎样可以 定到自己的 品牌 或者公司的 价值呢 2007年 刚好是我们发展到的 五年加两年 五加二 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得到 这个 Excellent Leader 的Award Rainman 当时你进入了 中国市场 2007年的时候 进入了中国市场 最早我们是 全球发展的市场 由香港 去到 台湾 接着 美国 欧洲 接着 我们在外国 那边 有一个 很好的 很红的销售 我们就 从而回到 国内市场 好 2007年 其实 有参加了两个奖 一个就是 CAPITAL 雜誌的比赛 第二个就是 城市青年商会 一个创业 创业的大奖 因为自己都是 透过 没有资金的 没有引资 没有天使基金 自己一手 去发展自己的品牌事业 所以2007年 当一个商业的 雜誌 和一个 社企所颁的奖 正正是令到 我们的品牌 在这个 香港社会的定位 得到一个认定 1216年 刚才周叔提到 授权方面的东西 其实 那么多联络 都是把不同的 项目 不只是做设计 不只是做零售 而是把零售加设计 做自己的品牌 在品牌发展上 要得到 一个领导地位 我们要有创新创意 但是其实 在1216这两个 时间 在我们的 十年后的 业务发展里面 其实我们已经在 这个 程式里面 是加入了 授权 licensing 这个元素 所以在2006年开始 就把 QEE这个品牌 做license 很开心 在12年 得到 TDC 第8格 亚洲专利 授权大奖 4年之后 我们得到 亚洲授权业协会 主办的 香港授权大奖 这两个奖 都是 在 产业上面 一个阶段的 一个 奖务 当我为什么 有时候展示这些奖务 重点就是说 你做得 你怎么努力 怎么成功 其实重点 除了你的生意 要做得好之外 你要有 社界的 业界的认定 因为 你要参加比赛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 去搜集资料 将自己做的 重新整理 其实这个是 帮助到自己 在将来面对 我们公司发展 或者一些 传媒报道 刚才看 为什么那么多 雜誌会访问 原来我 每五年 每三年 其实我们都会 整理一下 我们的 产品的 发展 和一些 讯息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 有系统地 去将自己的 业务 发展 的 准备 可以 有系统地 和我们的 接触者 分享 Riman 想问一下 刚才那张 slide 提到 设计授权 版权授权 这些东西 其实当中有没有 转换的 当你和你的 叫做 那些商户 他和你做了一个 合作 大家做了一个 授权 有什么 比较重要的 元素 你一定要 定名在 这个合同上 Joseph 你问早了 因为 在 我的 分享里面 其实有一个重点 就是 你的设计 必须有一个 原创性 可能 你会觉得 这个原创性 未必 在当年 那么突出 但当你 设计 你设计 一个产品 才能做到 产品的 差异性 迎合市场的 需要 再加一个 专业就是 你要在 合同 里面 要比较清晰 去表现 稍后我会 给大家 应该补充 好 2015年 取得了一个 美国的 Design Toy Award 这个 我们的 标题 也是 玩具设计 每年的 玩具 都有一个 Toyz Award 在2015年 我们的作品 也取得了 13年在四川斯文大学 电视电影学院里面 就取得了一个 客座教授 其实这个客座教授 亦都是以 设计授权的概念 为一个基础 我是帮学校去做一个分享 和同学去做个指导 他们就邀请了我 做一个客座教授 来到创意阶段 学习和学生 可能你们会比较 喜欢 其实我们在创业的 早期 1999年 开始创作自己的 一个骷髅骨的公仔 它是以一个 打破 传统骷髅骨形象 首先骷髅骨形象 大家想着圆形 都是两个眼 但是我的骷髅骨里面 是有一个 在各自形的面相 这个已经是 和普遍的 这种骷髅骨形象 这种骷髅骨形象 很不一样 在2001年 被邀请到法国里岸 做了一个玩具展览 期间 知道会和当地的设计师 会面 我生产了 十几只 不同的8吋 带过去法国 就带过去法国 邀请 设计师 在当地 做一个 现场的 创作活动 而这个也是 令到我们成功 打开了欧洲大门 首先 Key 本身 是一个 原创的商标 你要做授权 你要做一个 生意 其实重点是 你才能取得 一个好的名字 如果我只是做 Mary Peter 其实这个名字是很common 所以我们觉得商标 是要有一个独特性 他就是很cute 很可爱 很cute 但是我们的公仔创作上面 还加了一个很特别的 锁匙圈的一个 专利设计 所以我的商标 就是用了 叫QEE的一个 形态 公仔就是 以一个不对称的 耳朵 做代表 其实很多时候 玩具是会 左右对称的 我们的公仔的形象 首先 站在那时 头 面的耳朵 就是一大一小 他没有五官 因为如果我要做一个 有眼耳口鼻的characters 其实 不是不行 不过可能我们会用了 很多很多 不同的 时间去推广 而当时我以一个 中小企一个 独立设计师媒体 其实 希望是用一个 没有限制的 形象去做的 白色 有无限创意的可能性 因为白色就是一张白画纸 我可以五万六色的 任何创作都可以 玩具其实 很多时候 是正正方方的 block toy 代表什么 積木玩具 通常都一定是正方形的 就是为起角的 我为了打破这个常规 我的積木玩具 就全部 好像人性化 是圆的 圆的手 圆的脚 圆的面 他有少少陀背 也不是正正方方的 吃不辣 好像有机癌 他本身是有少少陀背 这是一个 疑人法的做法 一次看到我没有五官 然后就戴世耳 全白色 他的身体是一个 圆润的 在建立品牌形象方面 其实 中间这只就是我们 元祖的key 一比二头身 比较卡通化 但是 左边 babykey 是不是更加可爱 是 他是一比一的 是不是 但他比一比一之外 其实他的面相 如果大家 设计朋友 看一看 你会看到 看上去好像一样 但你再看清楚 他们的面相 线条 身体一定不同 但是头 其实都不一样 是肥一点 可爱一点 跟着 左左边的 就是 很小朋友 或者是 应该的 所以是 babykey 而且这个logo 也不是用正常key的logo 因为 在商标注册上 其实 如果 各位同学 你们将来有自己的品牌 你会注入公司的名字 和你的品牌的定位 如果我们一次个 设计师最喜欢的 我可以设计很多东西 我每天都可以设计 一个产品出来 设计一个slogan出来 但是 去到 刚才 我们的客户和你 去签合约 你如何去保障自己呢 我会有一个分享 左边有一个minikey 它就更加 像小朋友 整个设计的系列里面 由最原祖的 QEE 去到babykey 去到minikey 其实在网上有一个共通点 没有变的 白色 圆蚊身体 大胜意 很可爱 身体比例 亦反映了年纪的不同 对 我们包含的范围 大了很多 所以有些朋友说 Rimon 你的key 做了20年 好像没有变化 但其实你留意 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变化 是无穷无尽 知道 key 本身有不同的 设计的造型 其实我们不只是做一种 最出名 最能卖的key 作为一个设计师 刚才 刚才的说法就是 你只有一种key 其实key本身是一个品牌 是一个品牌 但是key是一个series 是一个family 所以在我们整个创作里面 熊猫狗 骷髅骨 骷髅骨是第一种创作 融合到我们的系列里面 但是其实这么多年里面 我们一直都有 发展 extend我们整个series 譬如有兔子 有西游 有 噴罐 有鸡蛋 总共这个series 有19个 baby key 因为有魔鬼和天使之分 就是背质有翼 有魔鬼的三角叉尾 我们没有做了19个character 做了15个 但是为何31 因为鸡蛋 我们没有分 天使魔鬼 所以 我们选了15个character 变成baby key 而因为有两个version Totalbaby key 有31个character 是 mini key 我们是 再精一点 将 比较受欢迎的 character 将它微缩 变成14个character 不过 我们有19个character 其实全部 将它变成baby key 或mini key 都没有问题 所以整个key series 其实会看到 它所包含 可以用的角色 是超过50个以上 起码 而且还可以继续发展 我不是只是这19个character 我可以继续创作 很多不同的character 这是个问题 所有人都提到了 我们的key 商标和外观注册 首先有一个很独特的商标 很独特的外形的产品 同学记住 我们在所有的 平面的创作上 如果你有做到 版权的注册 你需要在商标旁边 打个R 或者打个TM TM就是trademark 我相信这一部分 将来学校可能 或者我和Joseph 再谈一谈 我们可以找一些 做版权的专家 去跟同学分享 好 刚才说了 R代表已经注册 C代表copyright TM代表trademark 三个订 都是有一些 不同的方式 你不要想着 我放了R 就行 其实不是 R是代表 你要在那个地区 注册了才行 我在香港注册了R 但如果我去到法国 我没有注册 你打R 可能你的产品 不能进入海关 所以这个 是比较 在专业范畴 要多了解的 Eman 要问一点点 刚才讲slide 刚才讲slide 那个叫做copyright 其实copyright 因应原创人 就是copyright 需要做注册 是不是 你说的意思 如果我写过C的符 代表 我是原创人 我是一个claim 一个陈述 是不是这样的目的 在意识 的想法是对的 但是你怎么证明 你是原创人 是的 这里你怎么做 是的 所以 你有护手什么方法 所以刚才你在前半段 看到 我们就会有 那个 双标的注册 比如C和R 其实重点是 你的产品作品 要在一个 注册 前要有一个 公开的 比如说 学校的学生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你设计了一个公仔 你设计了一个作品 在学校的指南里面 要展出 记住一定要有了自己的名字 和自己的 商标 另外一个就是 你今天想的东西 未必是 之前没有人想过的 所以其实 在商业登记上 是需要做一个 叫做审查的 是 知道这个 没错 做一个查诈 好 所以我们自己的品牌 在全球有超过600个的注册 大家可以看到 在香港做了163个注册 在台湾63个 日本有3个 但是在美国加拿大 15个 最大我们做了最多的 是中国 其实当年 都见到中国的经济发展 市场和人口的 佔比 我们在 公司的发展上 都很注重在中国的 版权保护 还有一个 很多产品都没有在中国 所以如果我可以在中国做了注册 而我这件商 我这件产品 是有人真是侵权 在中国做 而我报到海关 其实我的 货有机会可以接到他们 所以当时的想法就是 中国是其中一个我最重要的注册的地方 不同的类别有不同的 你不要想着我做完玩具 设计就28类 然后我就可以把我的设计 放在鞋上 其实鞋属于25类 每一个类别 都要有一个 注册才可以真的保护到你的 这种就是商人刀 这种玩具设计 你说我做了一个玩具设计 注册了之后 我就可以 所有的都保护了 如果你的创作被人抄袭 而他比你早做注册 那你就没有了一个权利 你就要打官司 你就要很多的时间 去做文件的处理 所以 在玩具 商标注册里面 其实它是 可以说保护到 一个 知识 产权的发展 例如我的玩具 只是做28类 我不会做鞋 我不会做咖啡 咖啡是30类 但是 因为我自己的创作 而我不去保护 那个class 其实等于整个的设计 发展是没有了 别人不能用 别人不能用 也不能做 其实加上你这么多 Cross Over的活动 是不是 意思就是 你基本上会注册 都颇 某几种 你预计到的类别 配对 你那个商业的 日后的发展 没错 最早是玩具 然后应该是 25类的 衣服装 鞋帽 这些比较生活用的东西 比如绑织品 就是可能做床单 做一些 手跟仔 毛巾 那些类型 在整个 注册的 做那些 注册 IP 知识人的 保护登记上 你有没有聘请 一些 专业的 律师楼 或者相关的公司 来协助你 因为你公司自行去进行 这个登记 我最早是 先参加工会的 讲座 因为很多工会都有 工总 工业总会 他们 周不时都有一些 香港TBC 他们都有一些 的讲座 同学可以因应自己的需要 去听这些讲座 我听完讲座之后 了解到 版权的分类注册 自己先研究 等于我 双换他 我既然要做授权 我想了解这件事 我不懂的 我先在网上 在书刊里面 找资料 了解了 专利 或者注册方面的资料 但是我的公仔的外观设计 专利 其实我就是 找版权公司 帮我去 做的 透过第一次合作完之后 其实后面很多的专利设计 或者是一些外观设计 我自己都摸到一个门楼 香港是比较好的 香港除了 你找一个专门的 设计公司帮你去做 登记之外 其实自己可以随时 上去资产权署 拿表格 填完之后 入表 那你是不是说 香港的资产权的登记 和程序 都比较简易 就是做一个设计师 是比较容易 自行去做登记 没错了 没错 好 讲到这里还有一个小问题 或者是分享 就是我看到 你在很多国家 都做了非常多的 知识家人保护 在商严商 因为做知识家人登记 成本是很高的 我是知道的 我们是知道的 在这个暂时 你发展到现在 在哪个国家 对你商业上的 利润的回报 是回来的呢 其实很多时候 这些朋友都会说 我全世界做注册 其实不容易 成本很高 而且国家管理也很困难 成本很高 其实我做到最困难的一个商标注册 就是欧盟 因为那时候最早我是英国才做我们的展览 我的做法就是如果有展览会或者是有客户落单 我就立刻会做注册的 可能就等于 例如我第一批单下来 或者我要准备去英国做一个展览 要投资时间 和钱去做 World Show 我会 将我的注册的钱 当成成本之一 去保护自己 因为 版权注册是以你那件产品的商标去到那个地方 为最早的优先 就是最早的优先 比如说我去到英国 没有人认识我的key 没有人见我的公仔 而 我是在那里 第一个才做注册 我会保障到自己 但是当我放了展览之后 才有一个英国的Mr.A 他去做注册的话 其实我会有机会丧失了我的注册的专利 刚才你所说的 当有生意接触到 你就会 jump to 立刻立刻去进行 一定会做 或者有生意 如果没有生意 没有生意 就要看 你会放缓一些 还是慢一些 考虑一下 这个地区 你有没有那么大 时间管理 比如说 东南亚的菲律宾 泰国 这些GDP 比较低的国家 所以在我自己的发展里面 香港是第一个我做的 一定是 因为我是香港人 香港人 香港地方 第二个我去做的 其实是 中国和 台湾 这个就是大中华地区 然后 去到 其他东南亚国家 韩国 泰国 菲律宾 其实我是不是立刻做的 当时我不是 所以整个公司的发展里面 最后一年 应该是最后一年才要注重了你focus的地方 然后 当你 一路发展下去的时候 你再考虑 不只是说去不去 而是说 你用不需要将你自己的公司的注册版权 引伸到那个地方 去到那么宽的 领域 界限 因为都是牵涉很多人的资源 和精神 没错 其实公司在推动设计当中 有一个 方式就是 人人都是设计师 Do it yourself DIY key 比如 因为这个DIY和这个 Do it yourself 其实我们可以把整个品牌 推到去 意大利 这个是荷兰 英国 香港 中国大陆 台湾 其实我也是和你们合作过的 同学 可能在你们的campus里面 周围都见到 当时我们做了一个18区的门口 地下的大头 中国的美丸 八大美丸 应该有三家美丸 我们都推广过这个 这个是杭州的 亦都和淘宝的淘宫仔合作过一次的潮流玩具 你会看到是我和淘宫仔在一起 其实当时如果我们 作为一个设计师 我直接把我们的key和淘宫 结合在一起 但是 因为他们的 体积很大 在国内 而我们一家香港的中水级公司 作为一个设计师 我怎样可以去 推广 淘宫仔之余 用key 来做一个 切入点 所以当时我就用一个 手牵手的概念 去合作 这就是设计师 我们会做一个 坚持 就是说 你和别人设计了 他会不会说你的名字 他会不会给你出名字 很多时候不给 帮助你不够 brand brand不够大 是不是就是这样 你为了要维护自己一个品牌的知名度和存在的价值 你尽量会合作 而不是把设计拱手让人 没错 是的 所以在整个key活动 看到在中国美业 北京中央美业 杭州的阿里巴巴集团 等等的地方 其实 透过DIY创作 其实是不断 是用一个比较落地式 去推动 我们品牌的形象 有PR公司帮你吗 没有的 都是我自己做的 设计师通常是这样的 通常走出来就是你 你的家人公司 你一生兼数职 厉害 其实在不同的展览里面 是可以给自己一个不同的平台去创作 比如说key本身一个形象 很可爱的 但是 我们可不可以透过一些不同的光影 一些素材 透过这个1844 形态艺术展 所以我们就把不同的光条 组合成我们的形象 其实这些所有的工作 在后期我们做licensing的时候 很有用的 其实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设计元素 我不是今天去想 我们想做些什么 而是今天一个既定目标 先按照目标 我们一直投放一些不同的 资源下去 去塑造我们的 独特性 独特的 储存傅 嗯 对 一只很大的 十多米的 公仔 放在他们的1844 这个的 创新科技园里面 都不容易做的 这个很大的 玻璃纤维 但是不容易做 不是我做 我们找厂做 也不容易生产 不容易生产 也不容易生产 搬运都困难 难找到 不是那么多人 包括这只公仔 如果给我 我都办不到 储存也是一个问题 推荐模式 刚才说了 我很喜欢玩具的 但当时 在整个 市场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要形象化 我很开心 作为香港人 可以在香港 做我自己的创作 其实香港是很独特的 每个星期 我们有雜誌 是吧 每个星期 有很多很多 雜誌 不同的 视讯 各为国际高市 所以呢 我们去过 台湾 去过大陆 去过日本 其实他们那些是 月康 或者是 两月康 因为他们 地方的市场 大大 闊 香港是一个 很集中的地方 所以当时 我们的玩具 Toy Fashion 电子产品 或者酒店 很多时候是各自为政 没有连贯在一起 你有没有发觉 做衣服的模特 穿着衣服 就没有了 但是 我当时在想 我能不能将玩具 和其他 不同的行业 组合呢 这是当时我设计的 思维模式 如果我只是生产玩具 我不注重平面设计 我不注重 平面设计 我不注重 组合的话 其实我很难把我公仔的形象 摆在衣服上 很容易 将你的公仔摆在衣服上 但是 你要把 形象 融合 衣服里面 变成一个 设计元素 这是当时我整个的构思 当然 我们在创作的媒体上 不可以只是行 rollshow 又不可以只是 自己躲在一个studio 做设计 我们要和媒体合作 我们要制造话题 一个中小企的 个人公司 如何把产品 推广到法国 我们香港的媒体 又有兴趣 所以 整个媒体模式 其实我们 就是多方面 去走 所以 Joseph问 我们有没有一个 PR公司 现在可能很多人 特别是大公司 找一个PR来搞定 其实 西公司 你就是PR 你本身就是 那个公司的主导 有人问我们 是不是所有的产品 都自己生产 我可以说是 还是不是 前阶段是 我们是 做完设计之后 自己 自己注资 去做生产 但是到后期 其实我们要再 发展 我们刚刚说的 衣食住行的设计 很难 Task food 那个领域 很难 我要做三 做械 技术指标 自己未必达到 当然自己也碰过逼的 但是 到最后 我们发觉 如果我要发展一个 大市场 其实 不是我们自己 生产的产品 应该我们 透过 合作模式 我们透过授权 去给一些厂商生产 因为他们有 技术 我们有设计 这样的 情况下 他们专注于 产品的技术提升 我们要专注 产品的形象 和市场销售 所以我们QEE有很多品牌推广的合作 我今天给同学 看来都是一些知名 和比较近期的作品 譬如一个化妆牌子 日本的 立直川秀 我们用一个简约设计的风 去做 透过不同的颜色配搭 和一些 粉丝 不同的节日 的形象 出贴纸 一些 粉底 粉盒 唇膏 这是一个 韩国的 隐形眼镜的品牌 最新合作的 隐形眼镜的包装 水润 像不像刚才的光影 但是我们把光影变成 水润的包装 我们和博士尼合作的 在港洲国内的合作 好像来自爱太空的形象 博士尼 的男装女装 家庭式的 因为刚才你看到公仔有 小朋友 中童 大人 所以男女 老幼都可以 用到我们的 有些酷点的迷彩 特步儿童的特步鞋 同心未敏 你的同心未敏 就不是同心 我们加一些slogan的創作 做了一个街舞的 挑战比赛的 招待 得掌者的头三位 他们都穿着我们特步的衣服 在表演 亦都变成了代言人 这是打同仓有活力的品牌 隐形巡是一个国内造物的公司 它是防臭的物 很简单 因为它是小朋友 突然条文 原本就是就住日本的 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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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为疫情问题 所以这个系列 现在就变成了普通的 一个运动 sport 的设计 大家要留意 我们的graphic 的形容 的设计 因为 很多不同的品牌 产品合作 都是基于 QEE的形象 其实这个形象 希望大家可以留心一下 我们怎样去透过我们的形象 和我们的客户 客户的客户 去互动 给人有一个新鲜感 这个是 TOP FEELING的 一个时装的 简约的流行牌子 这个乱了黑白的感觉 加了一个绿色 就是刚好 联名的潮出没 绿色配搭 刚才说的 一只公仔放下去 其实很多日本美国的公仔 都是这样放 但是放下去之外 它有一个 颜色和图案的变化 才是我们的QEE的重点 就是白色 上面可以无限发挥 这就是B&G的铜鞋 这都是国内牌子来的 现在在 中国里面的造鞋的技术 和他们的形象都穿得很漂亮 所以在不同的 材料和颜色的配合上 它会有很多不同的 感觉 这个是刚刚最新推出市场的 西牛牌 一个美国的 牌子 潮流牌子 它就很大大 其实品牌不去到一个成长阶段 牌子和牌子的合作 他们未必会 那么大的商标放出来 你看QEE很大 整个公仔形象 这个就是我们这么多年里面 推下去不同市场的 成绩 Raymond 这么多的品牌合作 是因为你的市场触角 你的主动找商户 还是他们找你 我们这么多都是他们找我们的 他们主动找你 其实做Rosso也好 做杂志也好 其实很多现在这些品牌的 推广或者PR公司 或者创作者 可能曾经都是我们的粉丝 可能是买过我们的玩具 见过我们的产品 所以 一个落地的品牌 需要多接触市场 透过 展览 透过参加比赛 和你作品的独特性 其实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当然 你要做注册 双标注册 衛官注册 去保护 其实QEE是否我创作生涯里面的唯一 我跟你说 一定不是 为什么这一只公仔 我会特别 去推得 大一点 因为我觉得 他有一个 生命力 所以我会用很多时间 和金钱 去投资 好像养的小朋友 所以就不是很花心地 有些设计朋友可能会说 我说 不用注册了 注册了 做什么 十几人抄 如果你抱着这个心态 其实 是不是输的机会 大 你不注册 别人抢住 你丧失了的拥有权 同样的知名商户 也不需要再找你做COSOVA 他怎么证明是你 没错 还有 知名商户找到你 如果你本身没有这些出世纪记录 他找了你 他投资的所有的宣传产品 可能会 可能会没有了 所以 所以你看到这个独特性 令到商户都很随清 亦都才主动找你 他们变得有信心 还有市场的吸引力 例如我和你 我这个产品已经有一个注册 你的产品是没有注册的 你觉得客人会找你 是一个信心 你自己才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这是另外一个 最新的两年合作了 都是国内的杭州的 时装牌子 从夏装 去到东装 姓芳 都是同步的 是夏装开始 夏天装 去到现在做东装 喝品 因应饮品的味道 我们做了一系列的 作品 就是 酒瓶 汽水瓶的 TOP 香港医院管理局 因为一段 SARS的时候 医疗的 低迷 所以医院管理局 就做了 一系列的 创作 造成一个 icon 很开心 跟他们继续 一直都在合作 这是台湾的一个牌子 发展比较高科技的作品 比如说 一些USB 一些电脑机械人 这是周董的 CD 没有CD 这个就是 我们以前就叫做 Cassette 然后CD 然后MP3 其实这个USB 就是你插入电脑手机 它就可以有一首 碟的歌 这个也都令到 公仔和CD 这个音乐 融合在一起 什么年代 这个大约五年前 好 作为香港地区 我们都 调量 台湾和 中国的 小苹果 这位 神曲 我很喜欢看这个 筷子兴 很赢了的一部 首歌很特别 他跳得很精彩 去了台湾 做宣传 小苹果 和地铁 港州地铁 一个很简单的地铁商标 一个Metalic 做了一个 地铁卡 其实 Closover 好玩就是 你可以变成一个 桥梁 不只是 中国和 包括 Bosini 和地铁都可以 Closover 我们就有一个 很特别的 案例就是 用Key 来做桥梁 将地铁和Bosini 联合在一起 就可以 互惠到我们客户的 一个销售的成绩 Smart Car 透过一个车的图案 我们的DIY 现在我知道很多 在国内 你去买一辆车 身边的图案 比如说我不喜欢五毛绿色的 太花了 不适合我的性格 我喜欢比较低调一点 我只要一个黑色白色的迷赛 黑色白色的图案 或者不是黑白色的 太单纯 我喜欢绿色的绿色的 你可以在电脑里面 按自己的喜欢 去读颜色 跟我们玩玩具的DIY 是什么样 作为一个 最容易 最便宜的宣传方法 就是回归社会的活动 如果你有能力 有时间 其实做多些回归社会的活动 接触人的 N次方是大很多的 例如我们都 透过全港创意公关大赛 这个当年 都是在你们 DIY的campus 做了个发布会 以及做了一些活动 我们支持 公关大赛的创作小组 就透过QEE的形象 去做一些 旺角的一些 比赛和一些媒体 两年 连续我们都支持了他们 这个亚奇茶餐厅 这个是假的 同学想出来 用QEE的形象 去做一个茶餐厅 怎样去做衣服 怎样去包装 其实这个对于 他们同学 要找一个知名品牌 去做创作 以及一个知名品牌 找同学 去做合作 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 化学作用 出来的 这个最新 我们 合作的 除了 设计师之外 我们 跟北京的永乐宫 去做一个 跨界的 项目 就是透过中国的一个元素 永乐宫的壁画 如何去融入QEE的图案 这个是 在玩一个 中国风 和 将中国的 旧有元素 去现代化的 是不是现在进行 这个已经在刚刚的上海 受权展 公布了 一个品牌是需要 很多很多很多 的人的支持 你的客户 你的朋友 就是你的粉丝 就是他们 可以用口碑 那么我们这么多年里面 不管是设计师 也好 或者是 我们的 明星朋友 也好 都很外戴 很支持 现在新媒体更加容易 可以令到你的作品 更容易推出 所以 大家好好利用 一个 信息收集 其实是可以 推广到 不需要用到太多的 电视 电台 budget 我相信 人全人 好的质量 好的设计 自然就会 有人喜欢 或者有人追大 我们自己的成功 也不要说成功 自己不可以说成功 我们自己的创业的作品 其实是 加拿大多伦多 西安大学的 研究报告 那时候委屈中大 就做了一个 香港设计师玩具的 收集 很荣幸 我们的个案 就被采用 而且是香港 就是一家玩具的设计公司品牌 成功 进入了 IVE IVE MBA课程的研究课题 我们知道 它本身大学有用 另外就是 哈佛大学也有用 我发觉 原来 很多 你知道打回 A Pioneer of Creativity Design Toys in Hong Kong 你会找到相关的资料 可以下载 亦有些copy version 可以看 到这里 多谢Joseph 很简单地 很简单地 用一些时间 很精要 和很宽富的内容 如果这样 我趁这个时间 都有几条 的提问 我看到 刚才你的诚述 其实我令我最欣赏 最欣赏就是 作为设计师 我觉得设计是应该的 专业正义 但是做设计师 有一个 一个位置 就是 对市场营销 往往 又不是做得很出色的 但是在你整个的设计历程 和你这么多年发展 我很惊讶地看到你的市场营销策略 一来很多元化 和很大胆 我想问 这些市场营销策略的意点 究竟你怎样会有的呢 这是第一个提问 第二就是 究竟你没有高人子 如果刚才你在我的发展路程里面说 我不是一个专业设计科 像同学那样 你有读过设计科 我有读过一年夜校 在大一夜校 当然 我会觉得当时 在我的脑海中种了种子 所以我不是一个 鹿北 或者像同学那样 对着电脑做创作的人 所以可能我偏于就是 我认识设计 我明白设计 但是我懂得透过市场去想 市场 我想问 一个设计师设计的产品 到最终是 去哪里 卖给市场 就是去市场 面对群众 面对群众 就是作为我认识设计 都学过设计的皮毛 从而我自己是先起伏起我的玩具 我就是用玩具做一个 跳板 我才要了解 玩具市场的创作和製作 刚才我说 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很多版本 做很多数量出来 从而压低制作成本 其实设计师很容易 你现在买个3D打印机 做一只玩具 OK 但你要做100只玩具 你可不可以3D打印 成本贵不贵 一定贵一些 如果我们做1万只玩具 那是不是你需要找工厂 找工厂的话 我就开始会去看 工厂的手板怎么做 他的模具是怎么做的 他的制作成本是怎么做的 如果我加一个accessory 会不会贵很多 其实 我会觉得 是累積经验 而你真的要做那一行 你就要对那一行有平材 以及 要寻求更多的知识 但是为什么你这么大胆 我看到很多的你的营销手段 其实都很创新 其实很大风险 创新就没有参考 那你什么驱使你这么勇敢 做那个行为 不容易 我觉得 任何成功背后 你要有自己的信心 你可能看到的 个案是 全部成功个案 其实有些个案 我们做了 其中一个饮品的 合作 其实我们没有成功过 但我做了超过100个设计 就是给他们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而我很努力地 去做我觉得最好的东西 给这个客户 但是他对中央没有财了 我不说 是什么牌子 是一个很流行的饮品 另外一个很成功的例子 就是 Starbuck 我在这次的话题 没有分享 他们 都不喜欢我19个形象 红猫狗 骷髅骨 全都没有出过了 作为一个设计师 作为一个生意人 我用了100个设计 他们都不买 到最后 没办法 他们都是不买 可能找我们做过场 作为设计师 可能将来都会明白到 客人找你 未必是找你唯一 可能是货币三家 你是其中一个 凳脚 但是 是不是这样的心态 你就放弃 你的设计的意念 我觉得不应该 应该会 继续去做 自己最好 刚才Starbuck 那个就是 他都不喜欢 我喜欢我的19个角色 到最后 我便想到18个角色 我便创作第19个角色 去迎合他 就是 带了咖啡杯 他们 在地址前 我再想起这个设计 他们立即服务 我说OK的 客人很喜欢 我们做了台湾 第一个 香港设计师的系列 好 我转转话题 大家都明白 最近香港 和整个设计的环境 甚至整个世界的营商环境 都是放门的 因为这个疫情 你作为一个 已经有这么多跨国生意的推广 营销的销售 你怎样面对 这个少少 不是那么顺利的 营商环境 什么呢 即是谷防击 我们其实在成本处理上 都做得很好的 比如说我们 精简的人手 第二件事 我们已经有一个品牌 我们的同事 包括我们自己 因为疫情 其实 不会跟你 不同 我们都是 所有事情都放缓了 但是在放缓 同事 我们很努力地 将自己过往20年 所做过的设计 我们重新整理 分析 活化 永乐公 千年文化 我们都在今年 重新活化 那么我们20年里面 QEE做过的一些设计 可能客户是不用的 或者是 我们自己设计了 当时是不满意的 在这个疫情 放缓的情况下 我们就很鼓励我们的同事 继续在我们的 素材里面 去优化 和去做创作 所以我们在 疫情的困扰下 其实公司的 设计 活力没有变过 我们仍然在 我们仍然在做 可以沉淀一下 你们设计的能量 反而预备下一个高潮的迎接 应该是 可以这样说的 但我不是说迎接下一个 我觉得每一刻都是一个高潮 好 因为作为设计师 你需要有一个 心就是 我就算不开心 我想的东西 可能是 不开心的表现 我很开心的时候 我设计出来的东西 就很开心 所以我们 自己订下的目标 其实是有一个 范畴 但这个范畴 我们是比较弹性的 去处理的 就是每天 我们都希望 我们可以有作品 在我们自己公司的内部里面 产生的 嗯 好了 那这个时间差不多 最后一个 轻轻的提问 就是我们 在这个 这个讲座 就会 给到我们 香港知识学院 高级人民课程 第二年不业班的同学 有大部分同学 可能在 明年五月 就要面对 这个 工作的选择 这个设计的 营商 设计环境 作为你 那么有经验 拼搏了几十年的 设计的 生涯 也很有成绩 可不可以给少少几个 中国也好 劝面也好 或者提示也好 给我们 将来的 今年的 应价毕业生呢 好的同学 毕业后 其实 你要去面对的 是升学 或者是 找工作 我们这么多年都推广 设计 学生 融合 工业 最重要是找到你自己 喜欢的行业 比如 你很喜欢玩具 你尝试找一些玩具公司 或者玩具创作的 平台去参与 另外如果你是很喜欢 衣服的 美丽的 你会找到一些 做衣服的公司 可能初步进去 未必会立即是 设计单位 但你可以先了解 你喜欢那个 产品的范畴 从而了解更多 技术 或者是他们 增产的一些资料 增进自己在 设计方面 以外的 的知识 我会觉得 是不是一 毕业立即创业呢 可以的 但是 成功机会大不大呢 成功机会 未必会 100% 所以 已经有了设计的 技术 你可不可以在你 你喜欢发展的行业里面 去取得多些 能量 取得多些实践经验 认识多些人物 是的 但是你自己不要放弃 你公余以外的时间 去创作 我觉得 保持着你 喜欢自己 在作品的那盘火 始终有一天 你已经足够 知识了 你也有足够的资金 香港创业 很多start up 都有 也有 资助的 那情况下 参加多些学校的 比赛 提高自己的 面对社会的能力 和信心 还有 自己的实力 如果你的作品 很好 你一定有机会赢 但不要忘记 这么多同学 你们 一起参加的比赛 会不会每个人都第一名 没可能 但是是不是第3名 不一定好呢 其实不一定 因为今天 你的作品未必会 得到你预期的效果 不代表后日 你不行 好 时间差不多 我们很感谢Raymond 谢谢 希望今天的 讲座 今天的真知卓健 可以帮助 香港知识设计学院的学生 谢谢Raymond 请不吝点赞 订阅